家联健康关怀维护你的健康 观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住在LA的家联健康单元 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就是心脏科权威 他是刘秀史刘医师 刘医师你好 你好Shelly 刘医师今天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一谈是心计的问题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心脏跳动不正常 偶尔都会有 可是如果这个是非常经常发生的话 可能就是要注意了对不对 没错 因为心计本身来讲 就像刚才Shelly讲的这样子 有的人可以说是很轻微的 有一点点不舒服 有的人就完全影响了他的正常的生活 所以说从心计的具体的诊断来讲 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到底心计是造成心计的原因有哪些呢 心计的原因基本上最常见的 是我们所说的早博 也就是说心脏本来是规律的跳动的 但是有一下突然间来的比应该来的那个时间要早一下 所以早博 但是你主观上感觉到的症状就是突然间心脏停跳了一下 那这种停跳给你造成的感觉呢 就是非常不舒服 那有的人会觉得喘不过气 有的人会觉得突然有一点点晕 就是或者有的人就是焦虑的感觉 所以心脏突然停跳了一下 那表示大概有几秒钟的时间 没有几秒钟 其实是非常短 非常短 就是一跳和一跳之间 我们这样的心脏是有节律跳的 比如说我们以60下一分钟为例子 那么一跳和一跳之间是一秒钟 那么也就是我们停跳一下的意思呢 就是其实就是感觉上一秒多一点点 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但就这一点点时间我们感觉到了 就是能够造成不舒服 所以心跳是不规律的 没错 也就是说这种早博呢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心跳不规律 但是呢 它整个如果你自己会量你自己的脉搏的话 摸一摸感觉一下 应该说整个来讲呢 还是有规律的 但是偶尔一下呢 是不规律的 但是根据你早博的频率 有的人呢 非常我们叫频发早博 也就是说几下就一个早博 几下就一个早博 最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正常 一个不正常 这个在医学上叫做二连律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本身的疾病呢 还是说因为是年纪的关系呢 这个呢 两个都有 都有 有的人呢 就是早博对于早博的诊断来讲 到医生去了 通过描述医生估计判断 是早博 那么做心电图 或者做Hotter Monitor的时候 帮你诊断了你有早博 那么这个时候第一项 医生帮你检查 就是要看心脏 有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那么最常见的检查的方式 就是帮心脏 做一个超音波检查 OK 超音波的检查 没错 就像怀孕的妈妈 做一个超音波检查 看看肚子里的baby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超音波检查呢 看一张心脏跳动的情况 是不是正常的 是 那么我们看到 如果你要是正常的心脏 那么往往这个类型的早博 它都是良性的 也就是育后是良性的 不会有生命危险 一般来讲 很多人在防颤的时候 就会觉得没有力气 突然间呢 觉得本来是 我平时比如说 可以在Tretmail上面 走十分钟 那么现在我可能 只能走五分钟 就是觉得感到劳累 有气无力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对 就是比较劳累 那发生心脏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呢 该处理的话呢 如果您以前呢 没有就诊过 发现这种情况下之后 那么呢 希望还是要到医生那儿去 到医生可以先从家庭医生那儿 开始问 询问家庭医生的专业意见 那么家庭医生呢 如果发现您的这个心脏呢 不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有的人呢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比较多 就是正常的心跳跳得比较快 它也会有心肌的感觉 是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往往家庭医师 帮您诊断了之后呢 觉得您有必要 看一下心脏医师 那可能多半年 就来看心脏医师 就要开始做 超音波的检查了 没错 没错 然后做一些类似的检查 然后通过呢 你是哪一种类型 其实就是来看一看 你是那种很严重的 有生命危险的 还是良性的 对 那有没有办法预防呢 对 我们所说的预防呢 其实呢 如果就是说正常的心脏 心脏的结构 心脏的功能也都是好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气质性的 那个比如说 我也没有高血压 也没有得过糖尿病 也没有个心梗 没有过这些毛病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 比如说我们所说 还说早博的例子 那么早博的预防呢 其实有很多情况下 像你说的是一样的 年龄有关系 所以饮食作息 都要注意 再一个来讲 不要劳累 不要劳累了之后 我们也容易有早博 所以压力大 也会造成心脊了 是这样的 有的人呢 对咖啡因呢 比较敏感 喝了咖啡 饮酒之后 也可以有早博 那后来有 比如说有的人去 高山 爬山 hiking 去爬山 他也会有早博反应 所以呢 其实像心脊的话 是有可能心跳过快 也有可能是因为过慢 但是它是不规律的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刚刚我们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 有谈到 如果你偶尔会有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不是经常发生的话 那可能就是 你必须要注意 可是如果经常会发生 心脊的情况的话 那就表示身体的某个部位 在给你一个警讯了 没错 所以就要赶快去就医了 是这样的 我还想补充一句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心脊 其实心肌就是一个心 心跳的不舒服的一感觉 平常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感觉不到心跳的 对 也就是说你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了 当常我们刚才讲的 这几种常见的呢 只要是这种不规律的心跳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影响呢 就是正常人的 完全这个心脏的结构啊 功能都是正常的 但它心脏里面 其实就是多搭了一根电线 或者叫多搭了一根神经 它也可以引起心脏跳的非常快 那这种心脏快呢 它是规律跳 但是跳的非常快 可以达到150下到200多下 根据你的年龄不一样 和你的和它的这个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电线搭载什么地方不一样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病人的症状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它跳的那么快 它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属于心肌的内容 那么谈到这个预防 我们刚刚有提到 坐席要正常 那么饮食要正常 除了除了这些之外 在这个营养素方面 有没有什么营养素 我们可以做补充的呢 这个呢 没有没有一个特别的 说哪一方面的营养 我们要就是这方面的推荐 但整个的来讲 对于做一个 就是一个 一般的一个推荐来讲 就是一个心脏健康的 一个饮食和生活的一个习惯 那么比如说 就是低脂 低糖 多锻炼身体 尽量呢 防止肥胖 那么呢 不要抽烟 就是这个 所以如果有高血压 有这个胆固醇 那你要控制好 对 对不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刘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 有关于防颤 尤其是这个心肌方面的问题 谢谢刘医师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 好 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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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